柯市長 你昨天啊 講了一句 你說 你市長滿意度不高 你說這是台北市民 人在福州不知福 欸 柯市長 你才是吧 高雄市民很乾烈 愛恨分明啊 說實話 照你的言行 你在高雄市早就被罷免掉了 你知道嗎 所以昨天這句話我希望你收回 這個我還覺得這個是失言 因為那個後來我的幕僚說 你又很久沒有失言 昨天昨天又失言 好不好 就看在你現在很惆悵 很落寞 好吧 那就當作是失言 反正你也常失言嘛 那我今天啊 準備了一本書要送你 這本書很有意義啦 就是 你不要每次送回又拿回去 然後不要不要 你退回啊 退回啊 我當然只好收回 可是我送你東西 欸 當天啊 有時候我們辦公室的人在講 有時候 欸 夜黑風高 就突然出現在我辦公室 還在我桌上 等一下等一下 等一下 我送你這本書叫做 先別急著吃棉花糖 我認為你的問題就是 你急著吃棉花糖 你急著兌現你的政治能量 結果呢 你 戰勝掉你自己的政治前途 這還算喔 可是最主要的你戰勝掉 台北市政 這就有關我們大家的事了 你現在是 中職的黨主席 兼差的台北市長 嘿 天啊 黨主席是你的正職 市長 是你的兼差啦 正職黨主席兼差市長 你看你這樣市政怎麼做得好 令岩哥 這位有點緊張 gelost 就是看你會不會 這位什麽 只能看你 什麽 沒有 熟悉